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夏川老師 現在時間是7月2號禮拜四 早上的10點04分號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呢 同樣的開一個平盤附近之後呢 就一路的走高 那目前指數沒有漲很多啦 漲了55點左右 來到11758 那這個盤呢 如果說我們就從目前的盤勢裡面來看 連續三天的上漲之後 目前台股離那個前高11771 所以差不多20點 所以呢台北股市在這個地方呢 可以發現到指數呢 就是一路要往前高去做攻擊 甚至於呢 還要創高的一個機會 那到底是台股呢 會不會創高呢 我們昨天在節目裡面 已經跟他說過了 這地方呢 你就看一檔個股就好了 這檔股票是台灣50 那台灣50呢 昨天呢已經先創高了 今天呢又再創新高 那可見呢 全值股這個地方的一個走高啊 它會去帶動整個指數呢 持續再往上走攻擊 那我們今天的測標是寫說 台灣50領先創新高 它的含義到底在哪裡 我想當你台北股市去動到全值股 當然指數這地方是愈小不易 但是它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呢 就是在7月15號 就是下下個禮拜三 期貨的結算呢 這地方啊 勢必呢 它是要去做拉高的 那因為如果說 我們就從整個外資的一個籌碼面裡面來看 可以發現到 外資在昨天的期貨倉位呢 它增加了2000多口 現在已經來到33000多口 這個口數呢 雖然不是說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之前有說過 外資的期貨倉位 來到4萬口附近的時候呢 它就是走攻擊的時刻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們說整個指數呢 還會再往上攻 7月15號的期貨結算 還會再往上拉 因為呢 如果說我們就從整個匯率的角度 可以發現到 新南幣匯率呢 最近一直都在走升值 那如果不是 不是央行在尾盤的時候去主升的話 往新南幣不知道已經升到哪裡去了 所以呢 這個對整個外資的熱情湧入是非常的有利 那整個外資呢 為什麼這地方沒有馬上出現一個快幅度的增加 因為今天是屬於7月2號禮拜四嘛 那可不可以你想想想看 下個禮拜還有一整個禮拜 一直到下個禮拜三的時候呢 期貨才開始去做結算 所以呢 外資真正的發動呢 那個攻擊的時間點呢 它會落在 差不多是在下個禮拜 最慢下個禮拜後半週 這個盤勢呢 就會有一個比較快速的一個攻擊 所以呢為什麼最近呢我們會發現到 台灣50的指數呢 這個地方啊 它領先大盤呢先去創新高 因為 外資已經開始去慢慢有一些布局到一些全值的個股 這個地方它才容易去控制指數的一個漲跌 所以呢我覺得 台北股市呢這個地方 錢高不會是高點 甚至於呢還會再一路的去走高 所以呢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急早先去做卡位 好 當問題是現在要怎麼去做卡位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也跟各位講過一些 比較屬於大型一點的 或者是比較具有全值的個股 那這些個股呢 目前呢都是整個盤面裡面呢 撐盤的一個重心 除了這幾天呢 這些全值股上來之後 那我們剛剛說過嘛 下個禮拜最慢後半週 指數會有一個更明顯的一個攻擊 所以呢全值的個股呢 最慢在下個禮拜後半週的時候呢 會有更明顯的一個發動 所以呢相關的一些全值個股呢 我們之前也跟各位講過齁 我們比方說玉金光 第一檔跟各位講 然後呢一個波段起來 現在呢一路的走高 那除了這檔個股之外呢 比方說像是2317的紅海 當初在6月23號也跟各位講 這波的走勢也是一路的一個走高 那最近呢我們有跟各位去講過齁 後面補漲的個股呢是8299的群年 那如果我們就從8299的群年來看 今天整個股價齁 稍微有休息一下下 不過是那樣說不用急 因為它本身的股價正好來到前高的位置區 這裡稍微會有點震盪是合理的 不過呢它已經站上了5月14號的那個高點區嘛 也代表說這個籌碼呢已經都全部被吃走了 所以呢像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暫時先整理一下 它最慢在下個禮拜的時候呢 還要再走攻擊一次 所以呢這些都還是屬於在底部形態的個股 那如果說這些個股呢如果說你在低檔你都沒有買 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剛剛有說過了齁 台灣50已經領先大盤創新高了 那這代表著說 整個指數呢前高不會是高點 而且還會再繼續走高 但是呢你不要說真的等它一路再創高之後 你後面再去進場 反而後面的風險就會相對來的比較大 因為這個地方齁 7月15號之後呢我預計了齁 台北股市呢就會開始維持一個比較偏高的一個震盪的一個盤局 所以呢到時候呢有些已經先漲上來的股票呢 這地方會有一些明顯的休息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現在要及早去卡位就是還在低檔 而且呢這地方要上攻的個股 昨天我們有跟會介紹齁 如果說像是郁金光或者是像是紅海或者是群聯 這些低檔你都沒買的話 那下一檔的個股呢在這地方它才剛要開始發動 像這檔個股今天都買盤全部都進來了齁 所以呢有些個股還在低檔的時候呢 趕快跟著進場 那當這些比較屬於偏中高價的個股漲起來之後 那我們剛說過嘛 最慢下個禮拜後半週啊 整個指數呢還會有全值股去做發動 所以呢在在中間稍微有點休息的時刻的時候呢 都是屬於中低價的個股呢在走獨漲的一個空間 所以呢這個地方齁 不管你是大資金或者是小資金 你都有錢賺 但是呢你一定要及早先進場卡位 那關於一些比較屬於中低價的一些個股齁 我想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留到一點鐘的時候 我們再跟大家去做解說齁 所以呢下一檔要準備再走攻擊 然後呢像是紅海 像郁金光 這類型的個股呢會衝一段的股票 就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很歡迎各位跟我們做聯繫 好我們今天先講解到這裡 我們一點鐘的時候 我們再跟大家做詳細的分析 一點見 拜拜